你就说二人世界 这个事我挺反对有些女同志 女嘉宾说 我过二人世界 今天找来节目组相亲的是一位68岁的马大爷 丧欧月收入5800元 有一套155平的房子 现居住在长春市 马大爷退休之前是一位警员 坐身那可是雷厉风行 刚正不傲 啥时候在这买的房子呀 8年 房子多大 155 自己在这住 就自己 红娘跟着马大爷刚机屋 就发现和大爷形象完全不相符的缝纫机摆在那里 我要砸东西啊 没啥呢 你还会砸东西啊 砸啥呀 我要做一个兜子 把它那个吊床 给它都装起来 你不玩了 到时候那个吊床 那不就是埋开了 你这一看不就会吗 过去老花大时候 他会会长 我那看你都能看会了 就你看你也能看会了 妈呀我可看不会 看就看会了 能看会了 哎呀等年轻时候就会 年轻前你也是看一看那个老伴 对呀他常在旁边看就是窝点啥 就是那裤子长短啥不合适 我就脚不脚我就能给你脚上 没想到马大爷还有这技能 退休后的马大爷先来武士 也全靠这个缝纫机了 这不立马拿出自己的缝纫机作品给红年看 好 你看我自己砸这个包 我 你看我自己做的好不好 这包是你自己做的啊 皮子 就这个皮子 拿沙发的皮子 对 这沙发嘛 那个长的给人了 这个短的嘛 我拆一个 完这个 我没拆 然后自己做的 你看这个我做的 反正是我做的不好 这是上发的皮子做的 对呀 我按四个骨头 完了你 你飞也行 完了你 你又水 它买的时候 它还粘不了地 它能拖着走 它能拖着走 也沉 你看就这皮子我没冷 你看 这做的也太好了 这包都咱买的包了 就是咱的缝纫机 一把砸是太费劲了 就是它砸不了这么厚 太厚了 嗯 小家伙 这种废弃的沙发皮子做的包 真是不错 不只是这些 家里的小板凳 孩子做的小沙发 都是马大爷的作品 样子不比买的差 马大爷是长春是 韦子兜老教所的一名警察 副处级叫研员退休 我在办公室当主任 在车队的连管车队 在管装备 嗯 在韦子狗 退休的隔啥之城 付出 付出级监院员 那咱付出的那个 退休的时候 那个警闲 就是三级警督呗 是吗 对啊 嗯 那就三级吧 嗯 退休后 本应该跟老伴 好好享受生活 可天不遂人怨 老伴病倒了 他是啥病 BNI 他要走多时间了 六天多了 老伴去世的这六年里 马大爷也是 一直没有找另一半 这是为啥呢 六天多年一直没找 没有 有什么 不是 进一步吗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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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孙子 看孙子 看啥的就是 看啥孩子 姑娘那个 今天上小学四年级了 嗯 那个 玩的看儿子 这个孙子 玩的孙女 都给你接上了 都接上了 原来马大爷 一直在给自己的闺女 儿子看孩子 男人看孩子 也可以把孩子 看得很好嘛 马大爷坚定地回答 那必须的 自己看孩子老好了 哎呀 我整这个 整的 你看 他们孩子放这 都放心 我会找 你像小孩 你抱不上个手啊 对呀 咋抱 就我那亲戚母 抱孩子 那她那个知识 连我儿子都 都说不行 那你咋抱了吗 啊 那她妈妈 我那亲戚母 个儿挺高 我一兜 这孩子 这这这 你把孩子 往这儿一放 再行行捕 那不就行吗 看来这奶爷 还是非常专业的 在马大爷看来 看孩子并不是累活 也没啥爱好 又喜欢孩子 也算给自己 找点活干 我就没事啊 那你说你大爷子 干啥呀 又不跳舞 又不打麻将 那你没事 这下琢磨 讲点啥 那这样的马大爷 中医的另一半 是什么标准呢 总共没关系 但他必须 他有这个双毛 多远点吧 也得差不多 形象 这个道德品质 现在不能说 讲道德品质了 最起码得会做日子 他直到说 这么大房子 直到帮我收拾收拾 根据马大爷的标准 红娘想到了家住在吉林市的李大妈 爸妈今年63岁 月收入2600元 李有一套98平的房子 李大妈告诉红娘 这是自己第一次相信 心里还有点小紧张 李大妈是一位比较保守的女人 大妈告诉红娘 也是自己的保守 耽误了自己的一辈子 我叫他相中我了 天天磨 天天伤着别人 我跟他不说话 没处对象 哎呀天天的 你不管走哪去堵你去 你不烦吗 烦 烦 烦 确实烦 由于潜伏的不断纠缠 李大妈怕别人会说三道四 就这样把自己嫁给了 这个不但不喜欢 还有点烦的男人 早早就嫁出去吧 别让人大伙说三道四的 我就是那样怕别人说 你说我这婚姻吗 你说属于包办的吧 还不是 你说不属于包办的吧 我这心里呢 压根就没有说跟他 就真正谈对象那种 反正这个我挺恨这个婚姻 即使这样 前夫最后还是背叛了自己 离婚后的李大妈 一直也没有找过 可是现在退休了 自己才决定迈出这一步 原因居然还是怕别人说闲话 这一天出路出路 还总往外走 我就怕别人再说我闲话 所以这一个人 现在真正的单身了 你过去有事干就无所谓了 一个是避免吧 闲话 一个是那自己那真正也想 找一个自己 能懂我的 能有点真正感 既然这样 红娘便决定让两个人见上一面 这刚一见面 马大爷就说 虽然是这样 但是来都来了 两人先了解一下 两人气氛瞬间没那么干大了 李大妈主动问道 对于李大妈前夫出轨这件事 马大爷却有话说 可能是因为演员不过关 马大爷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李大妈也察觉出这点 让你需要还有了解我啥 哪方面的 我就想 我总问你 你也了解了解我 他也没问我很多 我有的时候我也想不起来 用什么话 能让他多提示提示我 因为男人主动一点 比女人要好一些 好不容易提起话题的马大爷 重点还是在孙子孙女身上 这七年 刚开始给姑娘看外孙女 外孙女看大的 你给看 我给看 我看孙子 那没有 孙子 今天这个他们刚才看着了 六岁半了 我看这个孙女 孙女现在两岁半 马大爷这个爷爷当的真是没话说 但是也该为自己的后半生想想 这不 李大妈就觉得 马大爷太以孩子为主了 感觉的 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大太重 他身边这些孩子太多 他从小就带着吧 他已经离不开 就是这个下一辈儿的孩子 你都说了 说我那个 这个孩子出手了 我现在找老妈的 但是吧 他说这形上是出手吧 但是食指的东西 他还是出不了手 本来就演员没过关的马大爷 一听李大妈 对孩子的态度 更是不愿意了 不行 不能发 发孩子 一会儿 我现在出现了大哥 他就闹了这个事 就说是孩子 还是差在哪 还是因为啥 这个我感觉的 没有必要所谓 商人 我不愿意跟当面 跟你拒绝你这事 那没办法 只能两位会向祝福了 我也是祝愿大哥 找一个你那个心里的 心仪的人 当然同样 我也祝愿你 辛苦了你 有时间万一窜到门 最值得了 对你那个 你得跟我说 哈哈哈